1928年6月4日清晨,黄姑屯一声惊天巨响,一颗炸弹在张作霖的砖列下爆炸,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黄姑屯事件。 二奔军部队重当送葬礼队,旁边是做法师的和尚,张作霖被送往了老家下葬。 照片未爆炸的瞬间,日军拍摄也就是说,拍片者导游准备,在炸药引爆,列车横飞,浓烟深腾,别人未及出现的现场就开始连续的拍摄。 同样刚刚爆炸式拍摄的照片,可以看到已经有日军人员出现,迫不及待的想检验爆炸效果了。 消息传到沈阳,在沈阳车站准备迎接,张作霖为一仗队,赶来冲当抢救队,他们将受了重伤的张作霖迅速抬走,并对外封锁消息。 在回大帅谱的路上,张作霖还清醒,他用微弱的声音问温守善说,逮住了没有?温守善安慰他说,逮住了。 张又问哪的?温说,正是能呢?还不知道是谁干的?温又说,最好安神不要打听了。 张安静了一会儿又问,到底是谁干的?温说,不是一般手榴弹炸的,是火车走到日本南满铁路桥时,一颗巨型炸弹炸的,除日本人外别人干不了,了,张在昏迷中还说个打字。 回到帅府后,由于伤势过重,一代萧雄张作霖去世,张作霖葬礼,正门的匾额悬挂中外同杯匾额,张作霖选择的墓地是原帅林。 可惜,由于两年后发生九一八事变,张一直未能葬入这块墓地,参加葬礼的日军军官从礼堂走出,左边,一对东北军军官正走进灵堂,日军军官阴影的面孔,似乎让人想起了一句古诗,山羽欲来风满楼。 在张作霖葬礼上负责守卫的奉军士兵,在士兵的后面是巨大的神像,这些神像身边代表着善与恶,寓意为人去世之后,所有今生的善恶都尘归尘土归土,葬礼中的置物走廊,两旁摆着来参加葬礼的人送来的花圈和晚帘,二葬礼上的丧葬队伍,二张作霖盛大的葬礼,人山人海。